这个吗 出去了 是不是他才是这样的 出去完了之后后边他都没对 那个新家那个 一楼子弹了 是这个吧 到这儿了 然后麦克风 能听见吗 能听见声音吗 工作人员测试 工作人员测试 收口 有了有了有了 图片是哪个 图片这个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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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有了 声音是工作人员测试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我看看 软件要划过来吧 随便 管理 没问题 可以了是吧 不好意思让大家正了 摄像头看不到 这个互动在哪 可以了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刚才跟一直播那边连通出现点问题 然后咱们现在就开始 耽误了大家 我们原定是四点开始 然后现在我们是四点十四分 咱们还是半个小时 当然了大家都知道肯定会脱糖 肯定会半个小时挡不住 所以说刚才小郎那妹子也跟我说了 如果要是能够早点结束 明天过去买早餐 那我尽量 咱们看一下 今天主要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说一下 对筹码方面有些应用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想法可以跟我说一下 然后个股也没问题 但是首先咱们还强调一点 这个个股没有这个决策性的建议 只是说筹码的状态 好吧 那么首先 现在人慢慢进来也多了 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顶信汇金的刘洪明 上次做过三次直播 在往之前可能讲了很多课 以为就不会再做直播了 以为这个就退隐三连了 没想到组织还需要 那我这块砖就出来再给大家聊一聊 筹码方面的东西 那咱们时间有限 咱们就闲言少叙 咱们直接先说一个话题 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 我们现在呢 正在发售一个 国泰居优公募基金 这个说到这块呢 我跟大家聊个话题 这块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这样 他的运气还不错 他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 今年昨天又中了一千 跟我嘚嗦呢 昨天说又中了一千 什么股票没记住 然后上次中的签 中的是诺邦股份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给我提这个股票 他问我这个新股 这个策略是什么呢 他没有提策略 他说怎么办 问这个股票怎么样 我说这只股票 比如说新股上市 你别管它是什么样 这个新股的策略 如果按正常保守 或者说稳健的操作思路呢 就是这样 新股呢 连续上市之后 你不中签了吗 一直把涨停 当涨停板打开之后 你可以第一时间卖出 也可以等个两三天再卖出 如果没有再往上拉升的时候 最多等一周 如果没有继续放上拉升的可能 是你再卖出就可以了 这属于白减的钱 白减的钱 你就是说 给你多一点少一点 都差不多少 反正白减的 但是你知道它现在做成什么样子吗 这只股票 新股上市 它现在已经亏了50%了 一只新股 一只新股 带自己去看 中邦股份涨成什么样 它这只新股 今天亏了50% 我说你 不如买基金吗 我说你不如买些基金 为什么自己操作呢 因为他 他老婆是不让他超股票的 然后呢 他自己用信用卡套了10万块钱 天天的拼命的来回下操作 还加入一些什么 所谓的高手的指导群啊 喊单群啊 股票推荐群啊 这些 结果真的下来亏了几万块钱 一共10万亏了几万块钱 回去说嘛 一个新股 能中签白给的钱 都能现在亏了50% 只能原地不动了 对不对 我就跟他昨天跟 昨天和前天都跟他说了一下 我说这个 可以买点公募基金 因为上周末 我们一起开车出去 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 我说公募基金 比如说像我们国泰区信 这个公募基金啊 最简单的长线投资思路 看14年开始的 13年12月份 14年开始的 那么16年就已经翻倍 两年翻倍 那么你拿一些钱啊 呃 放到那里面 然后两年翻倍 这个应该还可以吧 或者两年一倍也可以 是不是 至少来说成周总的操作思路 或者说选股能力是超强的 对吧 但是他觉得 呃 两年才翻倍 觉得有点 太没意思了 对吧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深券 这个毕竟是个人投资的一个思路 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要是资金分配来说 是应该有些资金 在这种公募基金里面呢 当然我们 如果要投我们私募基金也可以 但我说实话啊 就选股能力 就我个人水平来说 照成周总的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啊 成周总的选股能力 真是超强的啊 虽然说他不跟我们说 这是有 说股票那是违规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 每次大盘 反弹的时候 他的净值都是能够很快创新高的 所以说成周总的一个操作能力 选股能力真是超强的 所以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选股能力 真的是一般 或者说操作起来 选股确实一般有点力不从心的话 我建议可以买一点这个国泰 国泰具优这个公募基金 长线的适合A类 然后短线的适合B类 就详细找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 那么可以登陆我们这个网站 登陆我们的网站 3w.tl50 这个网站 然后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国泰 而不是国泰 顶信汇金的那个APP 也可以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顶信 这个国泰具优 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国泰具信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它有两个 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简单来说吧 以前的国泰具信 受到的限制比较多 比如说仓位啊 还有这个 十大重仓股这个比例啊 但是这个国泰具优呢 基本上没有这么限制 所以说对于 因为我们也现在在做一些基金嘛 呃 一个基金经理来说 这个限制越多 他会越限制自己的操作 操作能力 对吧 所以说如果这两个 呃 限制取消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国泰具优的 业绩 呃 不会比国泰具信差啊 不会比国泰具信差 所以说呃 像咱们 现在呢 确实啊 比如说 呃 现在的市场呢 真的确实能够交易的 或者说能让我们投资的品种特别低 对吧 比如说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 买房肯定不行了 对吧 买房啊 啊 这个房的黄金时期 基本已经过去了 对吧 炒股票 做期货 股指期货 基本上也就这么多 因为做生意 大家知道现在做生意特别难 对吧 实体经验 确实比较难 呃 好了 那咱们还是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 我建议还是投点国泰具优这个公募基金啊 投点公募 投点私募 然后自己拿点钱适当炒炒股票也可以 那咱们就说一下筹码的一些问题啊 在这个大家提问之前呢 我先把筹码详细 或者说简单 概括的说一下筹码是什么 因为相信大家呢 在上周 然后最近都听了陈浩老师的讲课直播 也对筹码有一定了解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筹码 这是我今天为了讲课下午从柜子里真找出来的 这是压箱底的啊 这是原版的啊 就原版的 你说这个分量 我觉得 这分量比两三个苹果手机要重吧 这个原版的确实是找不到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这个翻版的 或者说网络电子版都可以 筹码分布 其实呢 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好像 大家没发现我们官网上发了一些问题 这个真是千叉半叠 我觉得比如说就像今天发那两个股票 一个是哪个上反弹的时候 两只个股 哪个反弹的时候没有阻力 其实非常明确 如果要是听过我们讲过几次课的话 基本就知道 只要有筹码进空间的 B 只要有筹码进空间的反弹 其实是没有阻力的 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两只股票都反弹了 对吧 那当然没有 没有筹码密疑风阻拦 而是有筹码进空间的 那么就会出现很明显的反弹 反弹是没有阻力的 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人会选择A 包括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机构 加点理财的频道的一个主编 他竟然转发也是选A 其实所以说我才意识到 就是大家对筹码这个理解 真的是千差万别 那么所以说我用几句话 介绍一下筹码 筹码它其实就是一个反应市场 所有投资者的一个平均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呢 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价位 他在什么时间买的 他在什么价位买的 他在这个时间 这个价位买了多少 是多还是少 然后用多呢 用一个长柱子 短的用小 短柱子 就这么一个回事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软件 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软件 那么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 把这个拖过来 稍等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 筹码 其实这是用深层指的 我用上层指出吧 我这不是筹码 筹码版软件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筹码版软件 我这个账号没有那限制 能开包码 谁去开下例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但是筹码的基本的东西呢 跟筹码版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筹码其实你不要理解为 就是特别复杂的东西 有人甚至以为筹码不去查 个人的账号 他的投资者成本在哪 不是这样 他是一个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因素 一个是价格 比如说在三千点 三千点在哪呢 三千点有多少人在买 三千点在这吧 三千点有多少人在买 买了多少 那么如果要是买的人多 那么他就会用一个长柱子表示 如果买的人 大家注意看 这筹码中间为什么有空档啊 就是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是空的 这位是空的 因为没有成交量 也就是说另外两个理解因素 就一个价格 一个是成交量 量价关系 这知道吧 那也就是说有两个 两个因素 那么两个解读方法 一个筹码是关心的价和量 另一个方面就是 买入的价格和买入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可以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通过筹码 咱们分析的是什么呢 咱们分析的其实是股票 或者是指数中 所有投资者平均成本在哪 他到了成本区域 比如说八日 这四条成本均线 八二十一六十无穷 四条成本均线 到哪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二十一天进场 所有平均持仓成本 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股价回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有一定支撑的 那如果反弹呢 那如果反弹 比如说下跌 反弹 市场所有平均成本在这儿 那就这个位置会遇到阻力 你会发现花了一两周时间 才把阻力冲破 甚至还有一些回踩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当市场所有投资者的平均成本 你计算出来之后 那么就可以去分析这只股票 那么究竟是谁在拿 通过股票呢 它的上下转移 以及它的不断变化情况 去体会这只股票 是长线投资者 中线投资者 还是短线投资者 它的平均成本在哪 它现在是在买还是在卖 当然这个种种 这些都是一种预测 或者说 并不是真实的查账号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个问题 并不是真实的去查账号 没有说是查账号的 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说我先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个股票基本的情况了解了吧 股票基本的概念了解了吧 那么咱们就说一下 这个一个案例吧 先说案例 我看有个朋友 BA开头的这个朋友 一直在说这永辉超市 对吧 那咱们就说一下永辉超市 说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这只股票 如果要是有一些 比较 久一点的投资者 应该知道 我在2013年14年就提过这种 永辉超市 为什么会提这只股票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家住那地方 在13年14年 开了一个永辉超市 这个永辉超市 他把13年14年 之前我没注意过 13年14年的时候 我家门口开了 这么一家永辉超市之后 他把周围的华联商商 包括物美美联美 包括成本什么批发市场 全部挤到 或者说全部挤得 生意特别惨淡 为什么 因为你去他那买超市 去他超市买蔬菜 肉 蛋 这些东西 水果 真的是特别新鲜 而且物美价廉 就是特别好 所以说他的管理模式 或者说经营模式 一定非常好 对吧 这是我13年14年 跟大家提过 当然我也没有 从13年14年 一直拿这股票 现在也没有 所以说 咱们就说一下 他筹码情况 下面的指标 咱就不看了 咱们就看筹码 那首先呢 那么咱们知道 筹码它是有几个 像这个筹码是有几个山峰的 刚才咱们说了 筹码是反映市场平均的成本 那么首先这个山峰 说明在这个位置上 持仓的成本值比较多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吗 我给 哦不行 这个点看不到 我有习惯性的 用点这个电子交易 大家看不到 那大家看这吧 这个位置上 就是在2017年6月到9月 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筹码风非常非常大 就这个筹码密风非常大 为什么这么大呢 首先来说 因为它在这位置 横盘的时间足够长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筹码 有一个因素 是一个时间 一个是价格 或者说一个是量 一个是价 对吧 它是时间足够长 导致有大量的成 大量筹码在这卖出了 在这卖出 因为是它下面 可能是在下面卖出的 对吧 所以是导致 在这块持仓成本特别多 如果有一天 股价跌到这个位置上 会不会有支撑呢 一定是有支撑的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因为绝大多数人 或者好多人 都在这个位置上成交的 买入的 到这个位置上会有 到这个位置上 机构在这边会有支撑护盘 对吧 那么到现在一个情况 是什么 除了刚才所说的 六月到九月份 有一个筹码密集风之外呢 下方还有40% 看到了吗 鼠标偷到这 还有40%的筹码 是在 是在6块7 6块6以下 对吧 在这个7块钱以上的 大概还有多少 20%的筹码密集风 是20%的成马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股票 就属于锁 锁仓 拉台 高位控盘的 股票 就是这样 那你要问我 这个股票 还能摸摸奶 还能摸摸买 或者说还能涨多少 这都是位置数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赚钱了 你知道这里面 机构 现在都是混中股时代吗 那也就是说 有人在这位置买的 因为刚才我给大家算了 你看6块6以下 还有40%呢 那如果这个机构呢 他觉得这只股票还值 如果要是赚 这40%不够 50%也不够 那想继续拿 那他想翻倍 那他就不会卖 如果他想卖 觉得落袋为安 或者是因为大盘 或者说因为行业问题 想卖了 那就卖掉 对不对 所以说至少来说 大家知道 这里面是中长线机构持有的 而且呢 现在获利都较多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 那你就权衡自己 根据自己策略去把握 好吧 那么再看下面的一个 看看下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哎呀 我这 明白了吧 其实 合肥百货就不说了 这个因为 就都是同一个行业的 我就不多说了 也请大家见谅 我这都随机筛选 但一刷呢 我就随机筛选了 好 那说一下北京成建吧 北京成建 北京成建 我看到哪就说哪个了 没有 没有说你是美女头像 我就说一下你的股票 也没有说 其他因素 开个玩笑 那咱们看一下 就随机看的 因为时间有限 咱们不想过多浪费时间 看到哪就 解释哪个 那咱们看一下北京成建 首先呢 筹码 大家如果拿到一只股票 去分析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看现在 明白吧 很多人只把筹码看到现在 其实你像我 比如说我要一看股票 我一般时候看很远 我会看从 比如说10年甚至14年 大概你捋一下 比如说这只股票 因为你不可能每只股票 都有如数加珍一样的了解 对不对 那么你拿到这股票之后呢 你可以过去看一下 哦 原来在 他在熊市的时候 卖熊的时候 是怎么走的呢 哦 也是仓位 你看也都是死筹 对吧 锁仓情况比较好 然后呢 后来是被套也没卖 对吧 后来也都变成死筹 死筹是什么呢 最后再跟他 这个再跟他说一下 死筹就蓝色的筹码 蓝色的筹码是死筹 紫色或者粉色的活筹 死筹是60个交易日 都没有交换过的筹码 说明这个筹码呢 应该是比较牢靠的 是中长线 投资者持有的 如果短线 就是那种粉色的 或紫色的那种筹码特别多 活筹特别多呢 说明 短线的资金特别多 当然还有个红色 就大红色 大红色是筹码秘籍 如果当这个情况下 大家知道这个粉色和紫色 活筹在哪啊 对 就是蓝色之外这种红色的 就是活筹 明白了吧 这块就是红筹 这就活筹 就说大红色这块的 就是活筹 只是因为 这块因为筹码密集了 所以说把整个筹码 全变成这个大红色了 所以说把紫色 变成大红色 但是蓝色的还是蓝色 明白意思吧 那么你发现 他这个筹码 原来是这样 到这个位置 继续拉升 涨这么高之后 看什么样呢 在这个位置开始拉高出货 你看筹码 开始向上转移了 对不对 向上转移 大头尘 什么叫大头尘 你看筹码 现在基本上 到这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锁定 2014年12月份 黄色的暴露线 就是以这一天锁定为主 往前推60个交易日筹码的状态 你看黄色的暴露线 显示呢 60个交易日之前 这只股票筹码 这只股票的成本 都在9块8以下 现在这只股票 涨到了22 23 基本来说 下面的人 原来百分之百的人 都在 10块钱以下 就说10块钱以下 现在只剩10%了 基本90%的人 都选择了高抛 对不对 那就筹码就出现这个情况 然后在高位又震荡了 一段时间 这会又密集了 那大家知道 如果要通过你过往的历史来看 哦 原来这的话 获利的人在这基本翻了倍 然后都基本都卖出了 10块钱买的 20块钱都卖掉了 这会高位震荡 在这密集的可能不是机构 你可能这么推算 也可能是机构被套 但是至少来说 你知道有一点 原来有赚钱的机构卖掉了 我不知道再次进场的人 是机构还是散户 对吧 那个你靠其他分析 但筹码告诉我们 之前那波人是卖掉了 然后暴跌 对吧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注意看 很多人比较关心的 都是自己个股 但是咱们希望呢 通过一两只个股的案例呢 就能让你 举一反三 能够把所有个股 或者整个类型的个股的案例呢 都能明白 那你看 这些个股经过这段时间横盘 2017年1月份之前 这波大概多长时间 小半年的时间 将近四五个月的时间 在这横盘筹码锁定比较好 这都蓝色的 对不对 蓝色的子筹 你看这个位置 这蓝色的子筹 说明筹码锁定比较好 之后出现一波快速拉升 涨到了19 对吧 涨到19 然后呢 看了吗 放量 看到底下放量了吗 放量导致筹码快速的向上转移 看到了吗 快速的向上转移 然后又快速的出货 对吧 当然它不可能全出完 但是人家已经赚钱走掉了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有人在这块买入 经过小半年的积蓄 终于赚钱了 有一部分跑掉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没有跑掉 那也说有可能在这位置 他继续想继续往上做一波 也有可能是选择高抛DC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至少来说 现在筹码锁定的情况没有之前好 首先肯定一点 这只股票是老庄 因为在这块就有 在这就建仓了 对吧 在这建仓 在这出过一次货 那么在这有没有DC呢 因为没有放量 咱们不知道 因为机构DC都是不放量的 对不对 机构一般放量时都开始选择拉升 或者出货了 所以说DC的时候都是不放量的 那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你如果有这种股票 或者想买这股票 你就要考虑一下 权衡一下 这股票首先来说是老庄 对吧 那么成本呢 在这个位置上 对吧 所以说跌到这个位置上会有反弹 对吧 如果你被套了 在这个位置可能会补仓 但是机构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又出货呢 这两天又有些放量 对吧 筹码又有些松动 所以说这一块主力可能出现了一些分析 具体怎么权衡 你要把握一下 好吧 那咱们再看接下来的股票 筹码其实呢 就这样啊 筹码它包楼线是吧 个股包楼线没了 有啊 我知道了啊 有人说包楼线没了 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来我给你变个魔术 看看包楼线怎么没的 这个有人问过我 看到啊 诶 没了吧 诶 又有了 诶 又没了 鼠标双击一下就有了 对 有人知道双击 我看有人问东方航空南方航空 这都是航空啊 东北集团 那咱们这样吧 一个东一个南 东选东北集团 南呢选南方航空好吧 随机的啊 南方航空先看一下 因为今天航空板块好像确实走得还错 南方航空 嗯 等会儿啊 好 现在是对 等会儿啊 屏幕太多了 我的操作 好 看看南方航空啊 南方航空呢 首先大家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呢 一大片蓝色的死筹 对不对 那你知道了 这只股票呢 是机构持有的 而且这机构呢 一般来说 你发现 这反复的震荡过程中呢 都没有明显的松动 你看蓝色的这个死筹这个区域呢 红色的是浮筹 这个位置红色的是浮筹 因为筹码密集的所有才显示红色 正常来说应该是紫色或者粉色的 对吧 你看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呢 这个死筹只会越来越多 没有少 说明是中长线机构持有的 对吧 当然今天这两天有点放量啊 再说 但是筹码筹码是看中长线的 首先来说 这只股票是中长线机构持有的 那它的成本在哪呢 成本可能离这个位置不是很远 大概就这种情况 我就加快速度了啊 那在这会儿再说个知识点吧 在这说个知识点 正好提到这了 知识点是什么呢 就是主力筹码 三个特征或者四个啊 谁能知道啊 主力筹码 知道的我说一下股票 看谁打字快了 然后我就先看一下东北集团 主力筹码的三大特征 就说三大特征吧 顺口溜啊 一个顺口溜 东北集团是吧 东北集团 好的 哎呀 看来大家都比较熟啊 货力不抛 解套不卖 横盘洗不掉 对 行 那回答这些 回答对的 我都回答一下个股 累死我了 好了 开玩笑 好 那咱们先说一下东北集团 然后再详细说一下这个 获力不抛 解套不卖 横盘洗不掉 第四个呢 就我说主力筹码 三大特征是这三个 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 第四个是什么 就是逆势对抗啊 逆势对抗 好了 那咱们先说一下东北集团 再说其他个货好不好 稍等一下啊 东北集团 大家注意看啊 像一种零售啊 医药啊 什么这些板块 包括南方航空啊 包括很多 下次我再 大家再问一些 能不能问一些这种筹码 特别活跃的那种股票 能不能问那些 然后你看啊 东北集团一种都是筹码 死筹特别多 但这个死筹特别多 跟南方航空不太一样 南方航空的筹码呢 它这个离成本密集区很近 但是呢 大家看这个东北集团 最开始建筹成本 是在这儿 对吧 然后在这儿又有一波 看了吗 这会儿有一波出货 在这个横盘过程中 筹码向上转移了 说明呢 在这会儿建仓的成本呢 在这儿有一部分出货了 毕竟从6块钱到10块钱 已经还不错的收益 有人卖出了 那之后这股票继续拉升 继续拉升 然后现在又回到了 第二批接盘机构的成本区域 那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 那你说第二波的人 有没有第一波的人 第一波人在这已经走掉了 第二波的人成本在这儿 当然咱们都拟人化了 也许它是一波人 咱们就拟人化用两波人 那就说一般这样股票呢 你注意看 四个成本均线 最重要的无穷成本均线 一般都会有一些支撑 尤其是第一次 股价第一次打到 无穷成本均线左右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些反弹 一般都会有些反弹 这属于这个也是老庄了 这个位置 如果你这属于基本面去研究 因为已经股价在短时间 已经涨幅很大的情况下 而且主力成本的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这就你要去挖掘基本面了 就你觉得它能不能继续大涨 对不对 说活跃的 筹码活跃的 避水源是吧 行 我看到哪就说哪个了 不好意思啊 说不到的就是别介意 别有想法啊 别把我拉黑 避水源 这个不活跃啊老哥 扎心了 这根本不活跃啊 还行吧 还行 还可以 还可以 这还不算太活跃的 这也不算太活跃的 你看啊 还有大量的死仇在 对吧 你看啊 每天换手率多少 每天换手率12%啊 什么的 这不算活跃的 但是也顺便说一下吧 这种快负震荡 尤其这个熊安盖股 导致这种过股呢 出现了大量的卖盘 你看 筹码 那天我 前两天我跟我们一个同事说呢 像这种 比如说拿着几种水泥啊 避水源 这种突然赶上熊安盖建股 这种连续涨停 谁不卖谁是傻瓜 干嘛不卖啊 直接赶上这么大的好消息 就天上掉下饼这种事呢 出来了 你就一定先拿到 别指望说 这时候大家泡沫越吹越大 越吹越大 那时候你就舍不得卖了 那个时候你应该是恐惧的时候 而不要继续贪婪 所以说熊安盖建股就这样 当你有这种赚钱的时候 你就该出来 当时我一个朋友有唐山港 我说涨停板打开 你就卖就没问题 这就跟炒新股的策略是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去研究这只股票 而是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大概率稳健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比如说熊安盖建 刚推出来的时候都是子虚乌有 都是进水楼台 哪个进离河北的 连成德路都涨了 这个关成德路路什么事啊 对不对 那也说在这种情况下 能豁利了结 豁利了结 导致熊安盖建 导致很多个股的形态都发生大量的变化 有些打算中长线的机构呢 也可能选择了这个 随时会了结 不好意思刚才没签过来 你看这会儿就这样 对吧 很多打算中长线持有的机构 在这个位置也卖出了 我要是持有这只个股 我也会卖 不卖就是傻瓜 真的是傻瓜 多少年 千年大计 然后让你赶上这么一个馅饼 你不卖干嘛呀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投资的最简单一个思路 最简单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挖掘这些股票 有多大上空间 有多大受益空间 都是假的 这都后来再说的事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说现在啊 这筹码在这位高速的震荡之后呢 现在有些恢复元气 筹码有一部分死筹在这里面 成本现在 按理说呢 这些股票成本并不稳定 你看因为在这个无穷成本均线上下反复的穿插 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稳定 稳定的是一只股票 在这种成本 这个都没有反复 都没有稳定过 说明它的建仓成本比有 或者说它持仓的时间比较短 持仓时间比较短 快速拉成快速了结 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对吧 这是它的股票一些性质 好了 再看一下 拿一个活跃来 万华化学肯定不活跃 来一个活跃的 中科曙光 好 那就中科曙光 还有孤夜啊 这 还有孤夜 不对 先说中科曙光 中科曙光 这个活跃 对对对 这就是另外一种典型的案例 你看啊 红色 这个时候还有蓝色的 你注意看 我找到一个位置 看到这了吗 看到这了吗 我给放大一些啊 这是有蓝色的死绸吧 外面是粉色的和紫色的 别看我色座 我能分出来 这就是浮仇吧 这外面是浮仇 但是它会变成红色 看了变红色了吗 为什么变成红色 因为筹码密集了 什么叫筹码密集 我再次强调一点啊 再次强调一遍 筹码密集 绝对 哎 我又忘了切换了 不好意思 我这个好久没直播 这个切换四个 有点 这个什么 见效了啊 这这这这 再重演示一遍啊 你看啊 这是蓝色的死绸吧 这是紫色粉色的浮仇吧 对吧 然后你看啊 到这的时候 形状没变 但是颜色变了 是吧 变成红色了 是不是 来 变个细法 看到吗 变成红色 为什么变成红色 因为筹码密集了 什么叫筹码密集 我再强调一遍 筹码密集 千万不是那个 股价上下各7.5% 集中了多少筹码 那个叫近临筹码 知道吧 股价上下各7.5% 就15%空间 集中了多少筹码 那叫近临筹码 临近的筹码 近临筹码 筹码密集是什么概念呢 筹码密集是 这只股票 当前在这个位置上 筹码从上到下 一直数吧 从这话是 0%开始 这是0% 这吧 0% 然后到这 这个空间之内 这么大空间 某个30%的空间之内 集中了60%的筹码 就会变成大红色 你别管是这一块 还是这一块 还是这一块 不管是哪一块 切割下来 有60%的筹码 就会变成大红色 标记出大红色 明白意思吗 所以说在这一天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集中 这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集中了 明白意思吧 好了 那这只股票确实 在这块 又普及了一下筹码密集 你看都是红色的 对吧 那你看这只股票呢 典型的跟刚才所讲的 什么东百集团 南方航空啊 这些都不一样 它筹码红色的特别多 一只筹码密集 蓝色的特别少 早期的时候 还有一部分蓝色筹码 但是你发现 随着交易的不断进行 这只股票的 筹码越来越少 死筹越来越少 死筹越来越少 换手率每天保证在 百分之九 百分之六以上 对吧 这种股票 其实就是短线的 资目 油资 拉升的一些概念股 对不对 什么概念 大家也应该知道 这反复的拉升 它并不控盘 蓝色的死筹 比较多的时候 是控盘的 对不对 谁把我踢下去了 蓝色的死筹 比较多的时候 然后 那蓝色的死筹比较多 那就是中长线机构 如果像这种呢 就是看你玩技术和玩概念的水平了 对不对 这个就不是筹码能解决的 因为它这个每天都在频繁的交换 有一点大家要记住 千万不要深扣这一点 比如说到这块 你又去抽 深扣这个两个筹码 密集风 这不是双风啊 怎么着 不要去扣这个问题 这是不是大头尘 因为它的筹码已经交换的特别的快 不要去细扣 我的建议就是说 技术指标也好 还有投资方法也好 不要去扣的极致 不要扣到极致 当你扣到极致的时候 那你去编程去了 对不对 不要扣 你只要理解指标 你看我们天堂这些指标 我也绝大多数都用了十年了 对不对 看基本有些指标 最早的也用了十年了吧 你知道我每个指标 编程怎么编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原理就行 我并不需要知道 它怎么合成的 怎么做的 没必要 因为你是要用 就比如说 你知道了 你知道这一把手枪 怎么构造的 怎么做出来 有什么功用呢 你只要会 会打枪 会打手枪 这不太好 会用这枪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就是一个工具呢 你不要去理解 它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你只要会用就行 那么最基本的原理 比如说手枪 扣动扳机 把子弹放里 然后那个 打块安全栓 对吧 等等 这些你知道就行 筹码就你知道 成本区 成本价 然后成本密集封 筹码转移 就可以了 不要去伸扣 不要伸扣 比如说像这种位置 就没必要伸扣 因为筹码 它已经快速转移 这一天跟这一天 有什么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筹码是分析 中长线的一个思路 中长线思路的 中文传媒不活跃 刚才有人说一个什么来着 小天鹅肯定也不活跃 那咱们就随便说吧 我看比较多的 刚才有人在刷这个开立 开立医疗 开立西疗 这舌头包死了 开立医疗 咱们看一下 开立医疗 你别我搞 这个我没听过 不会是四星股吧 果然 这个股票我真没听过 我说这个股票不熟 所以我看看这个股票 果然是四星股 像这种股票呢 基本上说 我是没有办法分析的 这也是一个案例吧 这也是个标准的一个案例 这个标准案例告诉我们 四星股 你没有办法去分析 首先来说 像一般的资金经过了 像 你想他才几个月 从五月份 四月份上市 这打开涨停板 是五月份 将近五月份了 才几个月的时间 才半年的时间 他那筹码每天都在换手率 百分之几十 平均都是十以上 利用交换速度 筹码是分析不出来的 我会告诉你 筹码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天都在交换筹码 你没有说 在这块因为他的成本区域就在集中在这个位置上 他没有蓝色的死仇 有一点啊 也有一点 没有蓝色明显的蓝色死仇 也没有人这个 主力控盘区 主力也不可能在五月之内就达到一个明显的建仓成本快速拉升所有中长线的 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 也就是次行股的筹码 或者说这种频繁交易的 每天换手率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这种 是很难分析的 明白吧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哎呀 我看一下 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多少 六点十分是吧 又超了 那咱们这样啊 简单快速的说三指行吧 我喜欢这个三的数字 那咱们就三指吧 行吧 好 看到哪个是哪个了 打汉字吧 汉字我能记住 好 开山股份 开山股份 还有乱花弄这个股票呢 在这要看一下 不对啊 乱花弄 逗我玩呢吧 这位大哥 开山股份 打错字了肯定是 乱花弄 我都懵了 我说还有这样股票 好 那咱们 我看 好 开山股份啊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他的筹码也是属于死筹 对不对 哎 这个 我比较会选啊 这个正好是双峰 对吧 那咱们说一下双峰填骨的意思 他未必会填骨 但是咱们分析啊 首先咱们 我刚才说了 大家分析筹码 不要盯到现在 现在是两个山峰 你不知道这个山峰从哪来的 这个山峰从哪来的 这个山峰持有多长时间 这个山峰持有的 你要从前面捋一下 比如说在这块时候 这个第一个山峰在这个位置上 挺好的吧 蓝色死筹 然后上边又没有 就是上面是空的 筹码都集中在这个位置上 又蓝色死筹 又密集 成本归一 然后又充分下跌 又底位相对充分横盘 真的够不错 然后快速起来 起来 那么起来在这的话呢 如果继续走 继续走 经过长时间的横盘啊 经过因为太长时间横盘 上方又集中了一个筹码 这个筹码是什么呢 这个筹码 因为筹码一共就100份嘛 有一部分筹码转移上来了 多少呢 大概是一半 正好50% 经过快速拉升之后 又经过从2月到9月 几个月的时间的快速反复震荡 底下建仓的筹码 有一半选择了在这个位置上 获利了结了 那么获利了结的人 经过这反复震荡 也没有明显松动 但是这股价呢 近期出现了暴跌 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 50%的人获利 50%的人被套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形成一个势均力敌 双峰 这会儿一个山峰 这会儿一个山峰 对不对 那这两个山峰呢 一般来说 标准的双峰填股呢 在下一个山峰 这个位置上会有支撑 在上一山峰 这个位置上会有压力 所以说股价 如果排出大盘因素 或者说有其他利好利空因素 之外呢 一般会在这个两个峡谷之内呢 会反复的震荡 把这个山谷 这谷填满 一般会这样 我只是建议 假设啊 反正是双峰填股的情况 广汇汽车 行 广汇汽车 红达新财 就这点啊 红达新财 完了 我又超时了 明天说好的锅 买早餐买不了了 那红达新财 这也是 筹码是这样 首先来说 你看啊 它经过充分的下跌 你要知道 这个筹码是哪来的呢 是上方割肉 转移下来的 转移下来之后 筹码会进行 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反复震荡 最近有些快速的放量 筹码集中的比较快 那么上方空了 有一部分死筹 但死筹可能不是特别多 大家你们注意看 这个跟刚才的 永辉启动 东北集团启动 还有南方空 还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死筹特别多 有个区别 就死筹不是特别多 对吧 然后呢 复仇相对较多 而且刚站上 无形成本线 这种可能要观察 一段时间 对吧 当然在这个位置 股性相对来说 比较活跃 也有可能直接起来 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不知道 咱就说这股票 现在的筹码状态 就是这样 筹码呢 就是高位 转移下来了 底下有人建仓 大概就这么一个模式 对吧 最后一个 广汇汽车 好了啊 其实呢 大家并不要在乎说 有没有说到你的股票 广汇汽车就典型的 你看 全是死筹老庄股 空盘 这跟刚才所说的 一个叫什么股票 东北啊 没有 不是东北 另外一个差不多 也是主力建仓成本 在这个位置 现在大概是获利的 百分之十几 那你这个时候 买和技术持有 完全要看基本面 因为你通过技术分析 已经知道了 主力机构 中长线机构 在什么位置买的 他大概食堂成本是多少 那么有几个支撑位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8日21日 这几个成本级线 那在这个位置买呢 那你就要考虑到 会不会被他们 卖掉砸到你 对不对 那你要看一下 这股票基本面情况 对吧 那么基本上 因为时间关系啊 咱们就简单说这么多吧 简单说这么多 因为这一块呢 我并不是说 在这块想跟大家一一 做这种个股案例的剖析 这个其实很难的 因为大家每人 可能拿着股票 或者关注股票 都不止三只五只 对不对 都解答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主要是呢 我是想通过一些标准案例 跟大家了解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筹码是怎么看的 首先筹码是看成本 看区间 看量 然后呢 还要看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动 走势 对不对 当然还有一些详细的资料 大家再看 当然如果要是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筹码的 我的第一本 股票的入门书 就是筹码分布 因为07年那时候还单身啊 刚到公司的时候 然后公司还有宿舍 每天就抱着筹码分布看 就抱着筹码分布看 没有女朋友就抱着筹码分布看 对不对 然后抱筹码分布看 我家里还有一本 这是第二本 那比如说 那本其实已经被翻烂了 各种笔记 然后各种画 其实就是股票的入门知识 他让你知道了市场中 是怎么博弈的 成本主力散户等等 这些之间是怎么 怎么来回运行的 明白这个原理 对吧 当然如果要是 你能买一个 或者有一个筹码版的软件 当然更好了 筹码版软件呢 能就告诉我 有这个筹码 有刚才我说的筹码和成本均线都有 成本均线都有支撑压力 如果你想像更晋级一点 像筹码的 还有一些获利总 博弈K线等等 这些可以买天机或野狼版 这也行 千万不要做那种事 就是说 想挖坑 然后想盖房子 等于说想盖房子 舍不得买铁锹这种事 那你自己一个个去累吧 其实这个工具的重要性有多大 工具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是万能不能的 对吧 筹码版软件 现在也在做优惠 对吧 我再给大家做广告 虽然是比较生硬吧 但是这个广告还是要做一下 希望大家能支持 我们毕竟天狼在这 至少我在天狼也十年了 对吧 公司需要我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这筹码东西呢 包括聊一点这个国泰具优基金 希望大家都能出力呢出力 然后能出钱出钱 能叫好叫好 能加油加油 打666呢就打666好吧 反正呢就量力而行 然后呢 我觉得对你有必要 你可以选择至尊 选择至尊也行 选择创办软件也行 如果想做股市期货呢 看看天气板也行 都是根据自己量力而行的事情 对吧 然后呢 真的只打666啊 只会打666的队友啊 我还希望是大家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觉得筹码是能赚钱的 在这里不妨跟大家说一句话 然后我在公司十年了 对吧 也不可能说没有一次 就是一次都没有说想离开过天狼 对吧 也有挖我的呀 或者说一些情况变动 想走过也有过一 是吧 那么我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 当时有LE 然后能给我 只要能给我看到股票的筹码可以 只要能看到股票筹码 我就知道这只股票是什么情况 就能应该知道怎么操作 是买还是不买 是做短线 还是做中线 做长线 所以筹码对于我在我心中的地位 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希望大家呢 也能通过筹码赚钱 当然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觉得呢 或者说那个时间有限 我觉得吧 有一个公募基金也可以 也可以 希望大家支持吧 希望大家支持 怎么说呢 这个支持大家 我们这种并不是书没有卖的 书没有卖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 如果想自己赚钱 通过自己赚钱 有那种乐趣 可以去买筹码板 至尊板 这些股票性的都可以 如果想来做一些股指期货 或分时要研究一些做短线 什么掌钱雷达 掌钱雷达这些 可以天机板 比浪板 如果要是真的有些资金比较大 然后呢 没有时间看盘 其实股票投资这个像国财巨优 这种公募基金真的挺好的 反正我是打算要投一点 不对啊 我能投公募吗 应该能投的 好吧 那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希望呢 大家多多支持 不管是支持我们的 筹码板软件 还是支持我们的 这个国财巨优基金 还是支持我们的 什么什么 好 详细情况都可以了解我们的网址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时间有限 就不